欢迎收看了解与互信 两岸一定旺 巴拿马断交敲响了蔡英文执政的警钟 那么一年来两个国家断交 接下来欧洲唯一的邦交国范蒂冈 还有巴拉圭 尼加拉瓜等等也岌岌可危 那么民进党真的要让台湾变成锁国吗 国人很担心 但绿营友人很开心 认为中华民国邦交少了 那么台湾邦交国就会出现 神一般的逻辑让人哭笑不得 阿Q精神叹为观止 忧心忡忡的还有台湾的企业家门 郭台铭痛心的说 不想再回台湾投资 我们的官员同样很阿Q 告诉大家不用怕 因为郭董只是讲气话 今天节目中就来为这些阿Q治国下的台湾 想想办法 对大家来说 6月13号可以说是台湾外交最黑暗的一天 因为跟中华民国有百年邦宜的巴拿马 宣布与北京建交 而台湾中美中最重要的邦交国倒台 两岸也从原本的冷对抗 升级变成了热对抗 这外交烽火战一触即发 台湾的邦交国一个个都被列入了黄灯区 而大陆的学者也说 大陆正在全面的封锁小英政府 尤其在外交锁台上采取了渐进的方式 而且可能未来在非邦交国设的办事处 或是既有的代表处恐怕也很难做事 台湾的外交真的被逼到死角了吗 蔡英文还能不能亡羊补牢 讨论前一样先来看段报道 总统府资政郭宽敏认为 巴拿马和中国大陆建交对台湾未必是坏事 郭宽敏称赞小英总统前一天的态度终于比较强硬 但不应该只是批评中国大陆而已 我们要该做的不是批评北京 我们要一个正常国家的努力 该做什么呢 不过台湾只剩下20个友邦 创下史上最低纪录 更担心骨牌效应引发血崩式断交 不愿意说出九二共事的情况下 我国外交处境越来越艰困 辅方说要重新评估两岸情势 未来将升高对抗 还是寻求两岸新共识 蔡政府的下一步恐怕是重要关键 看完这次的报道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讨论的两岸来宾 在北京现场邀请到的是 大陆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朱卫东 朱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台北现场邀请到的有 建制评论员黎建南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飞鸿泰 大家好 前民进党立委沈富雄 大家好 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 各位好 首先来看在失去一个巴拿马之后 我们学到了什么 在义愤填膺慨激昂之后 大家问 然后呢 有没有一些比较冷静 有建设性的方式 好 其实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的方法就是告诉全台湾人民 我们要团结 骂北京 然后除了骂北京 一事无成 我们现在看到一年能够断到两个邦交国 那民将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套呢 先来看到在2016年的时候 5月 当时呢 WHA的邀请函加注了一中原则 到9月的时候呢 我方没有获得去参加Icare 那到12月的时候 圣多梅普林西比断交了 这都显示因为他不承认九二共识 而导致外交上的挫败 而到了今年1月份 我住奈吉利亚的代表处 也遭遇赶出了首都 到5月份 再度没有获得WHA的邀请 那么仍然培记的驻华代表处 也突然地撤离了 而到现在 终于巴拿马正式和我方断交 进而跟大陆建交 那么时至今日 到底还有哪一些可能的断交未爆弹呢 还有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国家 尤其是在梵蒂冈 而过去以来 我们认为巴拿马比较不太会 跟台湾断交的原因 是因为巴拿马毕竟跟美国很亲近 而且巴拿马呢 跟我方已经建交超过100多年了 从清朝末年以来 也因此可以证明呢 正是因为中华民国 是继承于中国的道统跟法统 所以巴拿马才愿意 跟我们建交100多年 所以它不是跟台湾国建交 是跟中国建交 而当蔡英文 把自己不承认是中国代表 把自我矮化为台湾总统的时候 当然巴拿马选择跟大陆建交 也是合情合理的看法 好了 所以到目前呢 鹿巴已经建交公报 就确认了巴拿马不再跟台湾 进行任何的官方往来 但是大家必须要知道 就是这对台湾人 有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呢 其实是非常少的 民进党要恐吓来告诉大家 北京不断威胁台湾人的生存权利 其实有这么严重吗 并没有哦 断交的影响 其实可能还比不上 蔡英文砍民众七天假的影响 还要来得大 大家想想看 过去在纽西兰地震 尼泊博尔跟利比亚的撤侨 其实有很多台湾人台商 都是仰赖大陆领事馆的帮助 才能优先各国紧急避难 而过去以来 又有非常多的案例 就是我方虽然没有 跟其他各国有邦交 但是在当地的台湾人出事 找谁呢 找大陆领事馆帮忙 就连PTT都说了 台湾人出事 找领事馆帮忙 那么我们不能够 就是再台骂北京 但出外又骂又靠北京 这种无耻的事情 相信台湾大多数人 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 其实真正威胁到的 不是台湾人的生存权利 威胁到的是 民进党政府的威信 以及威胁到 民进党的权位 好 顺便来看到 蔡英文说什么呢 她说我们要重固两岸情势 绝不在威胁下妥协让步 没有威胁台湾人 威胁到的是 民进党政府而已 好了 那么到底 她会怎么做呢 不让步的话 你能干嘛呢 是不是要严慎大陆官员来台 是不是陆生纳保不再释出 还是你要邀请达莱跟热比亚来台 还是你要加入联合国呢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些事情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 而且就算真的你这么做了 大陆也不痛不痒啊 好 我们再看到游锡坤呢 这个就讲了 中华民国邦交国减少的时候 台湾邦交国就会出现 被很多人痛批是阿Q哲学 这当然因为你改了一个名字 但是其实你的内容是不变的 段宜康也讲类似的话 他说这个名字 中华民国没人搭理 换个名字交朋友 就有人了 这也是很奇怪的想法 就好像你段宜康要吞驱棍球 你改了名字 还是要吞驱棍球啊 好 那么独派到孤宽敏也讲说 段交非常高兴 代表台湾主权的空间又大了一点 这其实都是非常似是而非 荒腔走板的讲法 因为实质上名将就是告诉大家 好像有了台湾国邦交就会增加 先不论台湾国到底能不能够独立成功 也不论台湾国之后 到底有没有办法增加这些邦交 实际上民进党有没有办法告诉全台湾人民 在建立台湾国的时候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比如说那你段宜康 你连驱棍球都不敢吞 那你愿不愿意上战场去打仗呢 好了 当然这其实没有一定的道理 可能他真的不愿意吞驱棍球 但是可能愿意上战场嘛 但台湾人不能够把台湾未来的幸福跟前途 仰赖在这一种可能性上面 所以台湾人必须要知道 民进党政府今天走的是错误的道路 我们不需要跟民进党政府一起乘船 台湾人可以选择更良好的道路 也就是两岸和平发展 然后来拓展台湾的空间 在这一年的两岸起动当中 我们看到在巴拿马断交之后 蔡英文讲他要再重新评估两岸的形势 绝对不再威胁下妥协让步 一开始我想请教一下沈大佬 我们特别看到蔡英文昨天的发言 是慷慨激昂这个义愤填膺 您怎么看待总统的断交谈话 当然不只是总统 还包括绿营 蓝营 台湾各方的反应 我觉得这段期间 其实我劝大家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 去评论个别的言论 因为其实70年来 英国第一个跟我们断交 那这个是70年后才断交的巴拿马 但是不管政府是蓝的或者是绿的 他对老百姓的交代 他用词 浅词都一样 他一定要表示某种程度的愤怒 某种程度的呼吁大家要同心一志 然后来争取我们未来 让前途能够更加亮丽一点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在这里趁这个机会 要跟这个租副所长交换一下看法 我觉得北京的涉台单位的人 都很灵光 也许不需要我的建议 但是我们这边 不管是两岸事务的 外交事务的 国安事务的 甚至包括总统战略 还有各位名嘴 他们的看法其实都 你都可以猜得出来 他没有开口 你都想得出来 他会怎么样讲法 因为大家都有既定的立场 有既定的背景 问题是他到底的讲法 有多少根底 根底有多深厚 他讲话是安慰自己呢 还是要对他的子民有交代呢 我想你们恐怕比 我们这边的人还清楚 所以我现在反而是担心 如果我们这边的人 讲的话太离谱的话 你们也许都在暗中在暗笑 说It's very amusing 真的有娱乐价值 所以我的看法 就因为我关心台湾事务 起码也跟所长差不多 超过50年了 但这50年的大环境 变化使得很多 那两岸在国际场合的互动 其实性质上也变化很大 所以有人讲说 这是两岸在外交战 我都不同意 现在和外交战只有 现在一切的主动 是抄在北京的手里 有人说你不要挖我 我不要挖你是外交修兵 这也是很奇怪 只有北京挖我们 我们哪有能力挖北京 这也不通的嘛 所以很多不通的观念 还弥漫在我们这个 台面上这些人物 不管他是蓝或是绿 因为已经习惯了 这种讲法好像 大家听来也没有什么奇怪 那我觉得这次北京 在惩罚蔡英文总统的 不接受这个九二共识 大概只有两块 一块是陆克 还有一块就是邦交国 那陆克呢 你们大概一直降降降降 降到百分之40 降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再降了 因为降了 你们担心 但是后果恐怕比较不好收拾 邦交国也一样啊 人家说有雪崩式的断交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就好像小孩子在堆积木 你们大概就是一块一块慢慢抽 在抽的过程中 不要让整个积木垮下来 因为你们担心的 我一向讲北京手中的工具 相当于你们的工具 要修理蔡英文政权的工具 多的是 但是呢 每一样都可以用 但是没有一样非常好用 所以呢 我觉得你们 为什么先从那个 那个普里斯比 圣东美普里斯比开始 然后又是巴拉嘛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来 为什么不是一下子来五个 那这个这一波的底线 是十五十六呢 还是一下子要降到十个 我觉得你们的精算 你们的盘算 都很精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样大家热闹一两个礼拜 请你们在北京等 不要过度当真 听听就好 是这个朱老师 我们刚才听到沈道老讲 是不是外交战 可能就要看您这个 北京观点的看法 不过要请教的是 这个蔡英文在强烈的声明之后 也提出了一些 比较强硬的这个办法 包括说要严审 这个大陆的官员来台 还有这个陆生纳保不再续出 您的看法 您觉得台湾跟大陆这边 现在是不是真的 从冷对抗转成了热对抗呢 我先回应一下 沈大佬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台湾啊 每每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 总会把责任呢 归咎于大陆 然后呢 总觉得什么事 都是大陆对着台湾 我想这个可能是太高自己了 那么台八这个断交啊 是一个清醒剂 它提醒这个民进党当局 来睁眼看大事 也提醒台湾社会呢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 我提出一个新的视角 比如说就是从巴拿马总统 瓦雷拉的这个视角 我们假设蔡英文是瓦雷拉 你想面对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面对一个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 面对一个科隆自贸区的一个主要的供货国 面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交 那他作为一个总统 为了巴拿马的国家利益 他难道不会像大多数人一样 做出正确的选择吗 而且这个巴雷拉总统 从2007年 也就是十年前就提出来了 那大陆当时没有答应 那2008年马英九上台 那么这个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的和平合作发展 所以我觉得对蔡英文的角度来思考 为什么马英九时代没出现这个问题 那现在到他上台 为什么就出现了 这需要一个很深思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对领导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素质 就是观大事 把握大事的一个能力 要有一个方向感 也就是要因事而变 顺事而为 你现在这个大事是这样 你去逆潮流而动 我觉得现在更需要的是 台湾方面去思考 就是现在这个政策 是不是最爱台湾 最符合台湾的利益 最符合台湾老百姓的利益 至于您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 说台湾方面也可能要需要 再进行新的一些对抗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有点可笑 都是以难及时自取其辱 自我束缚的一种做法 它不可能取得一个任何效果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台湾的反应来看 我们看得很清楚 都是一种知识的反应 所以对台湾当局 台湾老百姓需要正本清援 真正来思考什么样的政策 真正是爱台湾 为什么满意就行 蔡英文不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 朱老师提出一个方向 我们不只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 应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 但是民进党可能视角又不太一样了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大 刚刚在电视墙当中我们看到 民进党包括游锡坤 包括郭宽敏 包括段一康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听起来很跳通 说中华民国邦交少了没关系 我们台湾的邦交国就多了 在很跳通的 看起来有点搞笑式的说法之外 是不是它意味着一种要走向极毒之路呢 其实台湾跟巴拉玛这个断交 整个在民间反应还是比较冷静 虽然有点遗憾还是比较冷静 反而是南铃的政客 是蛮让人失望 南铃有的幸灾乐祸 实在是给人家感觉 不当船长就希望船早点沉掉 这个事实上台湾人很寒心的 那另外绿营意想天开 那就像朱所长讲了 真的你这些点子你会以卵及食 自取轻辱 那么另外再讲 蔡英文她必须要讲话 所谓均安天下 你要让天下安 但是你让天下安 所以你就是要很有底气 你讲了几个强硬的话 不妥协让步 不接受威胁 不乐见对抗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三个问题 你说不妥协让步 如何去走下一步 你下一步要怎么走 第二个你说不接受威胁 是否已准备流血 王丹讲的话 你要台独 那你就要准备打仗 那你今天不接受威胁 那你能不能就忍着 头破血流 硬撑到底 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第三 你说不乐见对抗 你可有和平的主张 你有什么样的主张 所以这个东西不要空洞 不要一个文青式的 一种慷慨激昂 然后一碗清汤 什么内容都没有 那另外我也觉得说 刚刚就是诸所长讲的 还有整个真的要注意到一个 这个蔡英文常讲 全球进入新形势 对不对 对 中共十九大以后 是不是一个新形势 那么我请问你 现在这个英国 这个选举 这个首相搞错了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新形势 九月德国选举 是不是又是一个新形势 马克宏又带来一个新形势 但是你要晓得 全球进入新形势 台湾越来越劣势 台湾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 蔡英看清天下势 为了台湾的顺势 不能逆势而操作 一定要顺势而为 顺势不是投降 而是四十五者为俊杰 不过我这一点 我也有一点就是劝大陆 就是大陆这个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对台湾 是不是就说你台湾的政治人物 让你们失望 可是台湾老百姓的感觉 你们是不是也要感慨一下 所以我是讲这说 大陆出手不留情 伤了台湾人感情 如果留情不出手 心灵气和献真情 你们不是要心灵气和吗 大陆的军队啊 很多学永春权 永春权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留情不出手 出手不留情 这一点也被很多大陆的军人认为 对台湾就是这个态度 我尽量留情 我不出手 但我出手的时候就不留情 这点呢 台湾呢 就说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是必须要注意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 大陆呢 多望这个 留情不出手呢 这方面呢 为台湾人多考虑一下呢 这样呢 更有助于两岸心灵气和 我觉得李老大 反映的是台湾老百姓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出来以后 也让老百姓来觉醒 到底问题出在哪 政局出在哪 否则 那如果是一个当局的错误政策 那我们就一切要跟在一起去陪葬 所以我觉得这是促持一个反思 当然很多事情 这个不是说 那么容易去针对某一个某一个人 某一类人 不是这样 我觉得台湾社会是一个整体 那么只有老百姓真正觉醒了 可能才会给当局一个教训 说某社长 我是觉得就是说 你也要参考很多的民调 超过半数的台湾人民 对这个蔡英文在两岸的表现是很不满意的 而且都是认为就是说 两岸呢 应该和谐的 所以如果说台湾人民呢 是支持蔡英文呢 支持独派的说法呢 那么呢 你整个呢 一巴掌 从领导人打到人民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台湾人民呢 他还是希望两岸能心灵气和的时候呢 那你们呢 也必须要考虑一下 台湾人的一个感受 台湾人有一个感觉 我教毒会被你大陆吃掉 但是我愿意捅的时候 就被你大陆吃定了 那我到底是要 没有尊严的 被你吃定活下去 还是呢 要被你吃掉 而这个没有办法活下去 所以在这种时候 台湾人的心情呢 你们这个就是 你这个最高智囊 似乎呢 也应该考虑考虑 我觉得 你刚才提的概念 都是台湾方面 长期假设的概念 老认为这个统一 就是吞并台湾 是矮化台湾 起来从来没有这回事 我觉得这个两岸 两岸未来的这个统一 一定是两岸坐下来认真谈的 应该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双方都可以谈 绝对不是说什么吞并 矮化的事 不是打压的事 你对我不好 我只有更硬 不会说因为你对我硬 我就有用 如果你对我硬 我民进党就有用的话 那民进党在台湾 不用干 中巴建交公报 除了切断了跟这个台湾的外交关系 还多了一个承诺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再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官方往来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费委员了 这包括了这个驻外的办事处 还有代表处 好像说以后办事情都会越来越困难 小英政府现在这样做 会不会对于自己以后的外交政策 包括他之前有提一些南向政策 会不会都变得治安难行 我在想 昨天蔡英文讲那些气话 难道我们跟巴拉玛 直接就完全不往来了吗 我们有多少条船 每天要经过巴拉玛运河 我们有 我们有好几百条 四五百条船 是注册在巴拉玛 我们光在巴拉玛 有二十万的侨民 在巴拉玛人口的版主 难道这些我们都不要去管了吗 拱手让给中国大陆吗 我刚才讲说 刚才我们讲中日 中美断交退出联合国 那时候老百姓真是气愤 你在观察 昨天老百姓有没有很气愤呢 我试图跳着李老大讲说 这个蓝绿的政客 我虽然我是政治人物 可能被他归待蓝绿的政客 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刚才我讲那三个世界 当时老百姓 一人一块 捐鸡报果 要怎么去 怎么跟美国人 对 克里斯多夫来台湾 那时候我在当兵了 就看很多人拿鸡蛋去打他 那种气愤 那发自于内心的 可是昨天大家的感受呢 昨天我是觉得 用一个历史的片段来看 清朝跟英国 鸦片战争的时候 英国的船队 沿着珠江上游打上去 你看两个清朝的部队 跟英国的军队打仗 两岸好几万人在观战 可是当中国的 当清朝船被集成的时候 两岸那个 中国的老百姓的感觉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说气愤 就拿死都去打英国人船 而是光英国人 当英国人把清朝的船 集成以后 老百姓又厌叹地虚他们 这是什么 老百姓跟国家之间 好像不至于 他在同一条船上的人 你看从蔡英文上台一年 一历一修把他搞得 劳资跟全民 大家都惹毛了 年轻把军工教给丑化了 前三基础建设 完全用了绑装 老百姓跟蔡英文现在 不是站在同一条路上 不是一个床上 也不是一条船上 那平常讲 李总你这个时候 你在说蓝绿在对抗 我觉得也有点 平常讲 跟现实不太吻合 你在看自由时报 今天的报纸 绿营的人 有没有在大骂 好像也没有 只有像段一康他们那些人 说改个名 我请问 在中国人什么时候要改名 当你有没运的时候 或者笔画不顺 事业不顺的时候 或者是你坐牢 被抓了以后 我要重新做人 这时候才改名 我就不知道 绿营的这些人 你到底是 你要你的台独 就把台湾的人民 给它断送上去 在台湾其实在光谱上 也很有意思 有极独的 有极统的 还有不独不同的 我想大部分 是属于不独不同的 对刚才我们林兄 讲的也好 朱所长讲的 某种程度同意 某种程度也不同意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觉得 你要与其去怪台湾的 台湾的政治人物 过台湾的老百姓 我们倒真的希望 蔡英文 你真的是 你的心理 到底是只有 你的台独 那一小怪呢 还是要看台湾人民的未来 今天下午 还有个消息呢 说看起来 这个所谓的血崩式 是不是有谱呢 因为五个非邦交国呢 要我们的外观改名 在今天下午 又出来这个消息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当然 这个国际外交当中 讲的是实力 刚刚这个朱老师讲的好 都是一个巴拿马 就巴拿马是一样的 但事实上在 马英九主政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有二星了 但是在马英九 当政的时候没有断 那么蔡英文 当政的时候断了 为什么马英九可以 蔡英文不可以 当然又要回到了 过去这一年的 一个基本的历程 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 在去年的五二零 这个蔡英文 这个就职的时候呢 他针对两岸论述 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大家注意到 他并没有讲九二共识 所以呢 也没有所谓的接受 也没有承认 他的讲法是 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是 当时这个小英宣誓就职 一讲完这句话之后 国台办当然立即有反应 她说 这个台湾并没有明确 来承认九二共识 也没有提出 确保两岸和平的具体办法 当时就说出了 这样的话 就是一份没有完成的问决 到了年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呢 跟这个刚上任的 川普通电话 那么当然这个消息呢 当时像炸了锅一样 这个全球都非常的震撼 因为呢这通电话打破了 这个台湾跟美国 37年来的外交惯例 不过当然这通电话 留下后来很多后遗症 是 另外在这个2016年 12月21号的时候呢 就盛多美股灵溪比 宣布和台湾断交 是 开了第一枪 是 没有错 而当时这个大陆部分呢 大陆外交部也说了 这个欢迎盛国 回到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 这话说得非常的明白 好 到了今年5月3月的时候呢 5月3号我们看到 这个对日窗口呢 亚东关系协会证明了 改为台日关系协会 好 在这个今年5月17号的时候呢 联合报专访的时候 蔡英文提出了一个 所谓的新问卷 因为呢国台办讲的这个答卷呢 她不想答 所以新的问卷是 新情是 新问卷 新模式 蔡英文认为 联岸关系进入了一个 新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旧的问卷似乎已经不合适了 是 这新的问卷 大陆当然也不想答啦 这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群盈他就说了 坚决反对其建交国 用任何的方式 跟台湾来保持官方的联系 等于就跟这个 大陆的建交国说 不要再跟台湾有任何往来的 因为他的这个考卷 还没有答完啊 当时这个新问卷 大家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两天之后 蔡英文又做出一个 比较清楚的诠释 场合呢 是在接见海外华人媒体的时候 她说呢 希望对岸的领导人 用这个正确解读 去年选举的意义 所以呢 旧问卷应该让它过去 那么新的问卷上面 会有新的题目 那么在今年6月13号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看到 这两天冲击最大的 巴拿马宣布断交 所以这一连串呢 有很多看起来像是 这个外交上的一个斩获 但如今反过来 所以学者批评呢 感觉上是非常的莽撞 是 之前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 安丰山 针对这个小英的问卷 他也有说了 两岸的关系到现在 变成这样的局面 完全是民进党一手造成的 而我们在6月13号的时候 面临到这件巴拿马的副总统 在北京和大陆外交部部长 王毅正式地来签建交公报 这个小英的新问卷 难道大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作答吗 是 谁大法请教您 我们看到绿营到目前为止 把我们跟这个巴拿马断交 当然归咎于这个大陆 归咎于北京 您怎么看 当然另外一个 可能让大家担心的是 因为这一阵子 我们看到好不容易 一些绿营的明星政治级人物 这个口头上至少态度上放软了 什么亲中啊 这个动毒啊等等 但是现在这些事情的冲击 会不会导致 连这些口头上的善意 都缩回去了 好 先回答 你的第二部分的问题 其实巴拿马断交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这些讲亲中啊 讲一些比较软调的 其实都已经纷纷撤回了 甚至那个柯总招讲的时候 废除台独党纲 他也说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所以任何要往中间移动的谈话 如果他是台面上的人物的话 其实都撑不了多久 因为民主进步党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 他一让步的话 他连立足点的这个基础都没有了 这是第二这个这个部分 至于说绿营的人对这个帮这个断交的回应 其实都在意料之中了 我现在必须讲说国共关系好了 如果马英九总统跟北京的关系 其实北京就说你马总统如果够软 那我会给你一点甜头 但是你会硬吗 大概也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是软跟甜头之间的互动关系 但是民主进步党跟北京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民主进步党很不容易对北京采取柔软的政策 但是呢 如果稍微有一点硬的话 我想北京一定是苦头 给你足够的苦头在那边伺候你 所以呢 这个但是呢 这个如果北京给了苦头以后 民进党会软下去吗 我在这里给朱副所长报告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所以他们现在这样的讲法就是ready 就是说也许你断我一个巴拿马 我还忍耐 那你是不是有第二个 是不是有第三个 我昨天在节目里头 我的预测 也许北京的做法 也许我笨 也许我猜错了 也许不会只有一个 也许来个二到四个 把这个总数从20降到15 16左右 就下去了 再来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最低了 要来测试一下 到底民主进步党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想现在民主进步党里头的人正在想 我如果到了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那我想北京的涉台人士 恐怕也在猜 如果我再抽你两三个 你会怎么样 那我认为都是往硬的方向 往就说 你对我不好 我只有更硬 不会说因为你对我硬 我就柔软 如果你对我硬 我民进党就柔软的话 那民进党在台湾不用干活了 下次选举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两方都已经走到 就要互碰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在一直在想 北京对小英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 所采取的手段 其实是蛮谨慎的 你看他除了陆克以外 其他的区块都还没碰 那陆克也只碰了 差不多三成到四成 因为让你有感觉 但是让你气闷 胸闷 但是不会心脏停止 我觉得台湾人民的集体心理 如果你要总结的话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不敢读 台湾人民其实想读 但是不敢读 那不敢读的话 作为领导人 他的读的勇敢 不会比老百姓更勇敢 老百姓既然没胆 那我没有必要比你更勇敢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是不愿统 那不愿统 我觉得领导人 在台湾这种民族体制之下 也不可能说 你们不愿统 我把你们带向更统的方向 那如果北京希望台湾人民 从不愿统 变成比较能够接受统的话 我觉得应该用力 用力着力的 应该是北京的领导人 是 延续这个沈大佬的问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朱老师了 这一次蔡英文 在5月3号的时候 丢给了大陆 这个三样新的问卷 我们都一直讲说 大陆都说 这个小英问卷没有达成 但是相对我们想问说 大陆今天跟他们建交 是不是也有点意味 是说要替这份问卷 来做一个解答呢 我认为大陆认为 蔡英文提出的 这个520的讲话 直到现在的表现 那么交出的答卷 是不合格的 那这份答卷 不是一个多项选择题 那九二共识 是一个必答题 那迄今为止 我们没看到 蔡英文的答题 刚才提了 提了这些问题啊 我觉得 对民进党 这个当局来说啊 一个 最大的一个 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 领导人在 不该坚持的地方 去坚持 在不该放弃的地方 去放弃 那什么叫 不该坚持的地方 来坚持呢 你比如说 台独党纲 比如说 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 这些东西 那台湾 大多数老百姓的名义 也是不统不独啊 维持现状啊 你还去坚持 这些东西 因为台独的 时空背景 已经跟现在 完全两样了 那么不该放弃的地方 放弃 那又回到 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不仅是两会的共识 国共两党的共识 也是两岸领导人的共识 那现在你上台之后 你说有新的名义 一切都推翻了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还是要 认真地去思考 这个回答这份答卷 而不是说 自己再去给大陆出难题 再去另一些答卷 我觉得那都是 一厢情愿的做法 对台湾领导人来说 我觉得千万不能够 错古形势 高估自己 嘀咕对手 是 这一次呢 这个台湾跟巴拿马断交了 不过呢 有眼尖的网友 发现了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这个小鹰 在一年之内 有两国断交 不过他的发言 居然内容上面 好像有点雷同 好 就是有眼尖的网友 抓出来 当时圣诺梅 普林西比 跟我方断交 还有巴拿马断交时候 辅方的声明呢 几段 内容基本上 既然有87%呢 都是一样的 第一点呢 不外乎就是 表示高度遗憾 第二点呢 就干嘛呢 就开始讲说 哎呀 你不要怪我啊 这个你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不要花钱 所以我们做是好的 第三点呢 都是在骂北京 那第四点呢 就是说 不要骂民进党 要一致对外 最后第五点 就是告诉大家 台湾人要加油 国人要奋起 那其实这种说法 当然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先给 外交人员掌声 因为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绝对不是外交人员的错 是决策者的错 那当然很多人会怪罪北京 说都是北京在挖邦交 但是大家想想看 这个年头 北京还需要挖巴拿马吗 根本不是啊 因为巴拿马主动贴着 要送给北京 但大陆在2010年的时候 就已经否决掉了 所以大陆已经展现了 他的善意 那么刚刚朱老师也说了 这个呢 巴拿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不能怪北京 不能怪巴拿马 那谁的过错 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那民讲知道 嫁祸去忽悠老百姓 说这会威胁到台湾老百姓 会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情感 但其实平心而论 台湾人民呢 也没有那么玻璃心 也不会因为断了一个邦交国 台湾人就很难过 开始伤心欲绝 所以如同朱老师所说的 就是台湾人民要觉醒 怎么觉醒呢 就目前在巴拿马 既然还有20万的侨民 如果未来大陆 真的是好好照顾 这20万个台湾人 让这些台湾人在巴拿马 生病了 出世了 有什么样的一些 冤狱的这个状况 大陆领事馆能够紧急救援 自然而然 就不会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感情了 所以未来 如何来让台湾人 更加认识到说 在国际上 谁能够帮助台湾的 其实还要仰赖 北京后续的行动 我不管我喜不喜欢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市场存在 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存在 这是一个事实 我是觉得台湾的政府 也必须得面对这个事实 国际外交讲究的就是国力 那么国力很大的一部分支撑 是经济 我们现在不只是外交亮起红灯 连经济也亮起了红灯 为什么呢 郭台铭最近一番谈话 引发了台湾内部的一个震动 有很多企业家都有相同的看法 郭台铭生了气 很多企业家都生过 汉婷 好 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企业家都认为说 台湾有方方面面都需要改进 比如说过去的工种 就认为台湾有五缺六十的问题 而在今天 在昨天 郭台铭也说了 重量的开炮 他说看到美国的行政效率 台湾真的差太多 认为未来不是有必要的话 不想回台湾来投资了 但他举的案例呢 其实是在说 他的医疗的资源 有十年的时间 其实呢 过并不完全在民进党政府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这个政府单位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国发会的主委 陈天芝说 哎呀 郭台铭讲这气话啦 大家不用担心啦 这些都一边骂一边做 爱台湾的事情 好了 今天台湾最大的商人 讲出了这种话 你不想着如何去解决 只在这边呢 真的是讲干话 那郭台铭听到这种话 那不会更生气吗 好 我们再来看到 结果呢 我们的政府单位 不但没有笼络 所有的商人 积极在台湾投资 也没有积极地去吸引外资 反而积极地 把台湾的资金 送到美国 去帮助美国制造业的成长 美国制造业要拉企业 台湾的投资破了百亿 所以当时呢 总统府的国策顾合美越呢 就带了一大批的企业 而且都是以国营企业为主 套成史上最大赴美投资的考察团 要能够增加美国 33万人的工作机会 为什么33万工作机会 不优先照顾台湾呢 好 那么行政院的政委 吴振中也说了 有非常多的这些人 一百三人 一样又跑去美国了 超级生计团赴美参展 如果呢 是民间企业自动过去的话 这当然必定是有利可图 但是政府带这些企业过去 尤其还是国营企业过去的时候 让人就会觉得 你这其实只是为了 政治上的脸面 而拿台湾人的钱 好 我们再看到 当全球经济转型 台湾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美国商会在2017年 台湾白皮书就说 一例一休啊 根本是大开倒车 工总理事长也说了 一例一休呢 政府根本是以拖待变 因为我们目前民进党 有非常多自己的立委及官员 都在抱怨一例一休 那民进党也曾经说过 哎呀 我们要来好好的改善 提出检讨的措施 但是到现在也要半年了 一例一休实行半年 你的改正措施在哪里呢 根本没有办法改正 因为一个烂东西 你再怎么改还是烂 所以这个三书的政策 政府还是要坚持执行下去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前副总统萧万长也说 政治立场跟做生意 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你不能够因为 反中的情节 而阻碍了台湾人民 去大陆投资 以及入资 来到台湾的这些限制 因为我们发现 但郭台铭他不来台湾之后 他跑去哪里呢 他跑去大陆 他跑去美国 张忠谋也跑去大陆 这都是因为台湾自己 投资动能不足 缺电的缘故 所以上海台商的协会会长 他自己也是台湾人 他讲说 政府缺乏配合经济大战略的 明确规划 以及产业政策的方案 所以民进党政府 不能够只鼓励老百姓 要有小确幸 还必须要有大方向 大战略大未来 好 菲伟 你怎么看待这个郭董之怒 这个郭董呢 跟一般的企业家又不太一样 台湾民众对他是有些期待的 为什么呢 这个美国出现了一个 这个CEO治国川普 那么台湾呢 还没有过这个例子 很多人期待2020年 他有没有可能 出来竞选总统 当然他个人是 到目前为止没有表态 所以对于郭董之怒呢 这个怒 我们看到台湾的官员 认为这只是气话 当然郭董爱台湾 无庸置疑了 但这真的是气话吗 里面都有可能 这个我想 郭台铭爱台湾 无庸置疑的 但是郭台铭更爱他自己 也无庸置疑的 郭台铭要照顾鸿海 富士康 也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我想郭台铭之所以 会讲这个话 他确实在台湾的投资 或者是在台大的 那个癌症中心 癌症中心 我是觉得好多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开始 这个里面一定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也许 郭台铭要求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卫福部 当有人愿意做第一次的投资 我想癌症那个中心 那个叫正值还是什么值 那个都是好几十亿以上的 他那个投资大概上百亿 但是我是觉得 对国人的健康 对他自己的心愿 那又是一个捐献的东西 台湾反应好像确实是慢了一些 你看我们也不要讲得太细 为什么郭台铭到美国去投资 美国各州都在抢 为什么郭台铭到大陆投资 大陆各社也都在抢 为什么郭台铭到买了日本的shop 短短不到一年 股票涨了三倍 那为什么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出来 我就觉得 我们确实应该要 自己先要去想想 我们替企业家做了些什么 我们替人民做了些什么 我是觉得 如果这一个政府 一个政治人物 他不知道去检讨自己 只是说 哎呀 他讲像陈天使讲那样子的 有还没的话 我想这个国家 这个老百姓 不会去为你宣誓效忠吧 老百姓也对你的政党 也不会那样子之死 尤其是蔡英文就任这一年了 一年了 年轻人对他越来越失望 因为年轻人看不到我的未来嘛 我们的商人 为什么现在对他越来越冷漠 不要讲 一讲也许 台湾的政府会去打压你 但是就像如同 刚才这个肖万丈先生所说的 我不管我喜不喜欢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市场存在 是世界上最大的 那个消费市场存在 这是一个事实 我是觉得台湾的政府 也必须得面对这个事实 台湾现在不是说动不动得起 动得慢 可能都动不起 以前是说我们的螺丝松了 你可以弄紧 后来是说螺丝掉了 你可以剪紧 现在可能是螺丝找不到 我们刚才有看到 这个合美业的这个考察团之后 也有生计业者要去美国来参展了 不过之前这个美国商会有说 台湾的一粒一休是在开倒车 不过台湾似乎很坚持 这个一粒一休要走下去 我们想请问李老师 现在美国已经动起来 不断在这个拉企业过去 我们台湾现在不断地出走 台湾到底该怎么办 台湾现在不是说动不动得起 动得慢 可能都动不起来 以前是说我们的螺丝松了 你可以弄紧 后来是说螺丝掉了 你可以捡起来 现在可能是螺丝找不到了 我想这小英呢 他必须我写一首诗诵小英的 小英个性太绝强 谦卑已经不再讲 一粒一休大家呛 前瞻计划更荒唐 年金改革走了样 清算党产耍流氓 外交已经丢两帮 李副还说会剃光 李秀年副总统说 你会这个整个剃光头的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人家讲说 政府骗老百姓 叫小确信 其实现在的政府是小确信 格局很小 小性的性 很胆怯 只求侥幸 完全不积极努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整个就说 像郭台铭这些呢 他看到你这个 一直都没有希望的情况 他会讲气话 他那个人讲气话 有时候你改进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一些 还是会有一些台湾情感 还是会那个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蔡英文以前讲 蔡英文是装睡 叫不醒 现在说蔡英文是装瞎 看不清 你装睡的人是叫不醒 你装瞎的人呢 那个导盲犬 是没有办法给你带路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 他自己呢 在这个巴拉玛这个情况呢 他自己考虑 外交失败 内政呢 是不是也更是一塌糊涂 所以如果他能够 这个好好地改进啊 那台湾还有点希望 谢谢 沈大王 最后时间 你是不是短短地结束 给这个小英 做一点这个建设性的建议 我觉得不容易啊 因为我在另外一个节目 上个礼拜我都讲过 小英今天是爬大 全国无一独一无二 最高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